几十吨重的巨型手里剑到底需要怎样的人来操控 答案就是本作中拥有变态力量的男主 无论是人鬼蛇神 只需要挨一下便会坠入十八层地狱 美丽的夕阳之下 空气中却弥漫着杀戮的味道 侵略者的钢铁 洪流已经来到城下 即将让不难王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手将健壮 立马下令准备死守王都直到最后一个人 伴随着令人不安的警笛声 敌人的钢铁洪流发起了冲锋 打算血洗王都已进行报复 比我双方兵力差距悬殊 如果主力部队不能及时赶回来 那么不难王国的覆灭便是一天之内的事情 守卫军依靠城墙的优势 能够在上面对侵略者进行有效的杀伤 可侵略者并不是傻子 立马便派出大佐使用先进的机甲进行突防 派出精英狙击手对城墙上的守军进行精准收割 在他们的配合之下 大佐很快便冲上了城墙从内部破袭 侵略者的司令官更是厉害 轻轻一跃便能轻易地冲上城墙 很快 侵略者的大军便突破了王都的外围防线 开始进入城内准备闯入宫殿杀掉国王 不久之后 守卫军的尸体已经堆积成山 便为了侵略者登上城墙的梯子 昔日人来人往的城市 也变成了满是弹孔和残骸的战场 沿见不难王国的灭亡已经板上钉钉的时候 男主驾驶的远古机体竟然完成了冷却 可以开始投入保驾卫国的战斗当中了 守卿面对敌军司令官的入侵显得有心无力 甚至想要冲上去拼死一搏的能力都没有 唯有一张嘴能够宣泄出体内的怒火 可就在这时候 男主及时赶了过来 这一下直接救下了守卿 干掉了司令官的四名贴身侍卫 他接过守将的大锤子 准备和司令官这个宿敌决意死战 敌军司令官不愧为司令官 早就研读了大量的古代书 及了解了男主的古代机体 早早就预判到了他的一些传统攻击方式 面对司令官的触手攻击 他用出了传统功夫当中化尽的防御技巧 可他被逼到了城墙边上 一不小心摔了下去 好在他反应快抓住了司令官的触手 这才没有摔下去 司令官见状立马用另外一条触手进行攻击 而男主则趁机用出了搏击技巧 直接一套操作把司令官给摔翻在地 甚至还扯下了一条触手 面对着奇怪的战斗方式 司令官也意识到不能把他当作一般人看待 与此同时 布奈王国外出执行任务的特种部队 在此时也及时赶了回来 战场的形势开始慢慢向好的方向发展 在司令官的眼里 男主的战斗方式就像是没经过训练的街头格斗一样 丝毫找不到一点专业军事训练的痕迹 就在他感到莫名其妙之时 男主再一次上演了摔跤技巧 直接把司令官给掀翻在地 可现在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出现了 男主这些战斗技巧虽然让人出乎意料 可他因为没有武器始终无法做到有效的杀伤 顶多就是摔两下掉两颗螺丝而已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即使男主的好朋友也是皇后的西弓从军械库出来了 他给男主打造了一把专用的武器 是一把重打几十吨重的巨型手里剑 他给男主打几十吨重的巨型手里剑